这个五品观 第一个是讲随喜 随喜功德 横顺众生 这个随喜 是对峙我们的烦恼习气 这烦恼习气里面 一个很严重的烦恼 是嫉妒 有嫉妒心 你就随喜就做不到了 所以见到别人的善法 能够欢喜 这是随喜 随喜时候 嫉妒心就没有了 嫉妒是惩惠里面的一分 所以人没有嫉妒心 惩惠他也是比较薄弱的 那么这里讲的随喜 没有讲随便 所以在横顺众生当中 这个储众 跟人交往 要懂得坚持自己的原则 我们说 对佛陀的教诲 我们坚持 没有疑惑 跟众生的交往 也不随便 不散乱 这是讲随喜的意思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师父上人在讲 阿弥陀经 中风三世信念这一段里面 就讲得很简要 那墨学呢 查了教程法术 并且呢 请教了师父上人 所以把这个意思 补充的稍微 多一些 供大家参考 这是讲随喜这段 那么读诵 读诵 就是天天 听佛教会 那么听佛教会 自己可以慢慢的 把自己的习气 去除掉 这个习气是什么呢 污染 那么读诵 跪在专经 所谓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把自己夹杂的 这个习气 也去除掉 所以去除自己的杂染 夹杂和污染 说法 这是为人演说 让人听到圣贤的教诲 听到佛法 欢喜 那么 坚行六度呢 这是讲 在日常生活当中 随缘 去修六度 比如说 修布施 随缘 修布施 直接 忍辱 精进 禅定 薄弱 这些 在生活当中 常常提起 六度的观念 提起 绝照 对峙 自己的 无明昏暗 念念都能够 绝而不明 行 菩萨 六度 那么 正行六度呢 就是一心一意的为众生 而且是主动的去帮助众生 这个是正行六度 那么这是讲 原 原教 无品观 那么底下呢 那我们继续啊 念一下啊 这个阿弥陀经理的经文 又舍利佛 极乐国土 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池底存以 金沙布地 四遍街道 金银流离 剥离河城 上有楼阁 亦以金银流离 剥离车渠 赤珠 玛瑙 而言是之 池中莲花 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相解 我们先念到这里 那么这里呢 是讲啊 七宝池里面啊 有 八宫得水 有这个 这个池底啊 还有啊 金沙 铺地 这个四边 这池子的四边呢 都有呢 七宝啊 合成 这个金 银 这个琉璃 玻璃 这都是啊 这个讲宝啊 那个琉璃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翡翠 是一种绿色的玉 那玻璃 在古时候那个玻璃 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玻璃 它那是讲水晶 那是天然的 透明的 这都是啊 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的真宝 那实际上啊 极乐世界的宝 那绝对不止这么这么一点 而且 它的 这种啊 色相 光彩 超出我们世间呢 太多太多 那么上有楼阁 这是七宝池的岸边呢 上面呢 还有楼阁 亭台楼阁 也是七宝 庄严 装饰的 一金 银 琉璃 玻璃 车取 赤珠 玛桃 这里举出了七种宝 来庄严啊 这个亭台楼阁 那么池中呢 还有莲花 这个莲花呢 很大 大如车轮呢 有四色的光芒 青色的 黄色的 赤色 赤色就是红色 还有白色 这四色 也是 举出来啊 代表 无量的颜色 无量的光彩 都是 微妙相结 那么这简单的几句话 真的 把极乐世界的那种啊 庄严 美好 为我们透出来 我们听了很向往啊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没有这么庄严美好的景象呢 这是因为呀 这个世间 是有漏或业所感的 有漏就是有烦恼啊 这个世界 我们讲六道轮回 怎么来的呢 因为呀 烦恼 因为迷惑 这些 业力 召赶来的 那么极乐世界呢 它是无漏敬业所成 众生没有烦恼啊 他们都修的是敬业 而且又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啊 威神的加持 令国土啊 如此 如此庄严 所以啊 要懂得 我们想要到极乐世界 要修什么呢 无漏敬业 要与阿弥陀佛的怨行啊 相应 才能感得啊 净土啊 如果说 我们心里 还有一个怨恨的人 看到有人呢 还看不顺眼 还有讨厌 憎恨的这些念头 这极乐世界去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修的是有漏祸业 不是修的无漏敬业 所以你仔细看看那些往生净土的 像我们昨天举的 马玉业老菩萨 在达拉斯佛教会 在佛妻当中啊 坐着走的 你看看他 心里面真的 没有啊 对任何人事物的怨恨 他没有啊 这些贪嗔痴的念头啊 一切的这些 冤情在主啊 他都把他看作 自己的 善知识 都发愿了 要往生净土以后 回来度他们 这是慈悲啊 心里面呢 没有对立了 没有怨恨了 真正啊 这个所有的冲突 矛盾 对立 怨恨 化解了 别人对不起我的 也绝没有 报复的念头 没有称慧的念头 这是啊 修 不失啊 不失是放下 放下那些啊 对立 冲突 这些念头 修忍辱啊 不称慧啊 修持戒 修精进 修禅定 修智慧 你看看 六度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这样子修啊 这叫 坚行六度啊 所以 烦恼 习气啊 要放下 要化解 这样念佛往生啊 就没有障碍了 才能感得 阿弥陀佛在 灵终的时候啊 接引你啊 如果对这个世间 有一桩事情 放不下 不管是你要 贪爱的也好 或者是 怨恨的也好 你只要啊 贪爱 怨恨 放不下 那么 往生净土啊 就难了 所以啊 我们要向古大德 常常提醒我们的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烦恼习气啊 不再起现行 虽然种子还没断 但是绝对不让他 起现行 往生净土啊 待业往生 是待种子啊 待旧业啊 不是待新业 不是待现行的 现行是什么呢 发作 如果烦恼还常常发作 这就是啊 往生啊 没把握了 那么这里举出啊 四色莲花 这个莲花 是极乐世界啊 他们 往生之后啊 就是 生到莲花里头 没有啊 胎育之苦 所以极乐世界啊 所有的众生 不是父母所生 都是莲花化生 有父母 就有恩情啊 有恩爱 别离之苦啊 那没有父母呢 他就不会有这些苦 不会有这些情指 也不会有啊 胎育之苦啊 那么莲花里头 有大有小 这个光色也有不同 佛经上告诉我们 如果众生啊 发心啊 信愿 持名 求生净土 这莲池里面呢 就会长出一颗莲蕊 而且呢 这个名字啊 都 刻在上面 你要念佛 要求生净土了 你的名字啊 刻在这个 你的莲花上面 那么你要精进的念佛 这花就越来越大了 光色也越来越鲜美 那如果你中途退心了 或者是改修其他法门了 不想往生净土了 这个花就枯萎了 所以啊 极乐世界啊 唯有这一 这一个莲花 这种现象 是有生有灭的 在变化的 其他的通通没有变化 都是不生不灭的 那么 那么 我们呢 常常啊 听到 师父上人 讲啊 净土法门 是万修万人去 这是善导大师讲的 那么 万修万人去的 可是我们现在看呢 很多的人呢 念佛 可是呢 到头来还不能往生 那是为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们根本呢 没有真愿求生净土 所以啊 这个 念佛 也就 家长 不踏实 所以啊 不是阿弥陀佛 不肯来接我们的 是我们没真想去啊 真想去的 这个世界通通放下 那么 那么你念佛 决定啊 跟佛感 决定得胜净土 真的是万修万人去 所以啊 自己不能往生 不能怪阿弥陀佛 不接引 也不能怪 善导大师说 万修万人去啊 讲的不真实 是自己就根本没想去啊 所以常常检点一下自己 到底 我能不能真放得下 如果今天要往生了 我现在要往生了 我能不能马上就走 还有什么千长挂肚的事情 放不下的 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呢 还有什么人没见呢 还有这个人需要我去照顾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呢 放不下 所以心呢 放下 这些 千长 执着 那么生活呢 就随缘了 随缘 去度日 随时可以走 这种人呢 才能够啊 有把握往生 所以啊 这个 每天 我们在一起啊 研教 学习 那 目的是什么呢 增强我们的 信愿 帮助我们 放下 我们天天在这里啊 学讲经 学讲经的目的是什么呢 督促自己啊 忍干 一开始 一开始讲的 自己做不到 我们师父上人呢 都是过来人 常常这样鼓励我们 他自己说 他三十年 讲经 红法下来啊 这功夫啊 才真正啊 得利啊 那我们在这里学习 每天都要 讲经 认真的备课 天天干 干久了 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所以啊 不断的 积累 十年 二十年 师父上人 为我们视线的 只要功夫不间断了 就决定能成就 那么师父上人啊 非常强调 讲经 听经 这个 印光大师当年 提倡呢 修学啊 最好呢 是小道场 注重 不要超过二十人 大家在一起 一心念佛 不搞经参服事 不化缘 不讲经 但是那个时代 不讲经 可以 因为他们那些 因为他们那些 那个时代的人 善根 深厚 这个我们说程度很好啊 所以呢 他不听经 他 他行 他的信心坚定 他这个老实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啊 我们这个时代 邪知 邪见 太多了 如果每天呢 不讲经的话 这个邪知 邪见 就进来了 所以啊 我们师父 今天早晨的 华言经里面 还讲到 一个真正好的道场 要怎么样呢 六个小时 讲经 至少六个小时 到十个小时 念佛 那么当然 念佛 师父在讲这个 三十信念里面提到 如果能够啊 念佛堂 二十四小时 不中断 那最好 人可以轮班的念佛 这个轮流 也不要规定 规定谁 什么时候念 这是有压力 怎么做呢 要学地先老法师 教给他那个 锅路匠的徒弟的方法 念累了 就休息 休息好了 就继续念 你看一点压力都没有 在念佛堂里面 真经济 真正累了 要休息 海清 不能脱 在这个 休息室 休息一下 把这个身心 疲倦 能够化解了之后 就继续地干 像弥陆 像弥陀经里面讲的 不休息菩萨 常经济菩萨 这是为我们视线的行门 解门呢 就是讲经 不断地加深我们的信心 加深深我们的怨心 增长我们的定会 可以防止 挟之 挟尽 入侵 我们的心 保持我们的心地 纯净 纯善 那么呢 对于外援 越少越好 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 不听新闻 每天的天下无事 你看 心是定的 这一种道场 真叫敬业道场 大家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就是求胜净土 所以啊 这里面的注重啊 那个莲池里的莲花 一定是又大 光泽又好啊 那么真正信心坚固 一生啊 都不改的 就一个目标啊 求胜净土啊 到了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呢 就会拿着这个花呀 来接引你往生 你就生到了莲花中 脱脂莲胎啊 清净受生 没有父经母血啊 纯粹是 清净莲花 所以啊 这个是九品莲花为父母啊 那花开 见佛 见佛 就是大彻大悟 成佛了 那么 花开 见佛 我们讲啊 你进入了 如来的暴土 那是十报 庄严土 那真的是一阵法界啊 那么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给我们讲 这个凡圣同居土啊 下下下平往生的 到花开 见佛 要多久呢 要十二节 这是最长的时间 所以啊 成佛很快速啊 那么 在花胎里面 大家不要认为说 哎呀 那莲花包住 不是很难受吗 那是你的凡夫的见解 那华严经里面呢 你看 这个方面说得很清楚 一个微尘里面呢 都有世界 这个世界 没有缩小啊 微尘也没有放大 但是呢 微尘能够包容 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个大世界 虚空法界 都含在一个微尘里面 这是真正啊 广辖自在 那么 微尘都可以包容 一个大世界了 莲花 怎么可能不包容呢 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啊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如果不学习华言 我们对这个理啊 就不是明了啊 所以 真正在这个 花里头的世界里头 每天呢 也是啊 也是啊 见佛 文法 每天跟诸上善人聚会于处啊 每天也能够到十方世界 供养诸佛啊 那么这种啊 境界 是真的不可思议的 是无障碍的法界 所以啊 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土啊 十方诸佛都赞叹了 真的是第一殊胜西遥啊 他们都赞叹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啊 佛中之王啊 真正你体会这个道理啊 你就不会有妄想啊 你心就定了 真是一心一意啊 求生净土了 那么极乐世界里的莲花 这里举出啊 四种颜色 实际上啊 它的光色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这四种颜色呢 是我们讲是原色 那么四种原色互相调和呢 可以调出无量的色彩 所以用这四种颜色做代表 底下就这句讲了 舍利佛 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一句是总结了 极乐国土 何以能成就 如是功德庄严 那么无量寿经里面啊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头 发四十八大愿 愿力成就 那四十八大愿怎么来的呢 是摄取二百一十亿啊 佛杀 这个一正庄严 这是他跟这个世间自在王 佛学习的时候 这是法藏比丘啊 阿弥陀佛的前身 这个他愿意建立极乐国土 请世间自在王如来啊 为他展现 诸佛国土 展现多少呢 经常讲是二百一十亿佛长 那么这个二百一十亿 或者是二十一句子佛土 这个二十一啊 它是代表圆满的意思 在密宗里面呢 二十一代表圆满 二百一十 这个也是啊 大圆满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啊 参访了无量无边佛国土 一个佛土都没漏掉 他是 这个 我们说观光考察 去啊 在各个佛土里头 取长补短了 这个重重无尽的世界里面 都看过了 总结出啊 他的一套建设方案了 所以营造出啊 一个最美好的 修学环境 那就是极乐世界啊 所以啊 有如是的 功德庄严啊 太庄严了 不可思议 那么 那么耀姐又说 种种庄严呢 皆是阿弥陀佛 大愿 大行 称信 功德 之所 成就严 这些 庄严 一正庄严了 完全是信德的流露啊 那么信德 自信之德 每个众生 本来具足的 与诸佛 无二无别的 那么阿弥陀佛呢 这四十八大愿呢 这大愿呢 无量节的修行 这大行 营造出这个极乐世界 这大愿大行 也是信德啊 这个信德 阿弥陀佛 他有 一切众生啊 自信当中 也是本来具足的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啊 也是每一个众生 本来具足的 所以啊 这是讲因 因是什么呢 众生的真如自信 那么佛的大愿 这个信德 就做众生啊 多善根之因 那么有因 没有缘 就不能结果 那么佛呢 以大行啊 做众生 多福德之缘 因缘 结合 那个 令啊 信愿持民者 念念成就 如是功德 这个 这个如是功德 就是自信功德了 前面我们讲到如是 如是就是讲自信 所以 这个阿弥陀佛 他的正报庄严 他所建立的 他所建立的 极乐世界的 依报庄严 作为啊 众生的 争上缘 带起 众生啊 自信里头 种种的 一正庄严 偶一大师 这段话 为我们讲的 太 明了 所以极乐世界 就是 每一个众生 信德的 显露 借助 阿弥陀佛的 大怨 大行啊 这个 真上缘啊 把我们自信 种种庄严 显现出来了 这叫做 成就如是 功德庄严 那我们继续啊 看下面一段经文 又舍利佛 彼佛国土 常坐天月 黄金为地 昼夜六时 欲天曼陀罗花 祈土众生 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成众妙花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既以时时 还道本国 饭时 惊醒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师父上人 讲 他是指 天时之乐 一格 成花 他方 供佛 饭时 惊醒 这都是 极乐世界人 那种 受用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一格 成花 他以这个 一格 一格是 成花的器皿 我们中国人 是用花篮 印度人呢 他可能是用 这个衣服 把它兜起来 来成花 那这是他们的 风俗 习惯 总之是 成花之器 那么 这个 衣食 住行 都很自在 你看看 他要 花 就有花 他要食 就有食 他要去供养 就能够供养 他没有 求不得苦 那么供养 他方 十万亿佛 是用 他的 天花 天花是空中落下来的 你看 天 这个玉 曼陀罗化 这个玉 就是 从天上降下来 用这些花 去供佛了 那曼陀罗 这个翻译成中国的意思 是 示意 也就是 你喜欢什么样的花 你就有什么花 完全按照你的意思 你要莲花 就也莲花 你要梅花 就有梅花 要牡丹 就有牡丹 完全是按你的意思 从天上下来的 真的叫做心想事成 随心所欲 好没有 求不得苦 真是淡受逐乐 那么这些 这种殊胜 完全是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本愿 威神加持 圆满的功德 没有丝毫欠缺 那么 每一个众生 你看 每天供养 他方十万亿佛 供佛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现在想供佛 佛都不在了 可是呢 极乐世界呢 他每天呢 能够供十万亿 那实际上啊 他不止十万亿 他供啊 一切诸佛 无量无边 那用十万亿呢 这是 释迦摩尼佛 善巧方便 特别对我们 这些众生讲 因为呢 我们这个众生 这些 这个世界啊 离极乐世界呢 距离有十万亿个 佛国徒 所以他讲 十万亿啊 是告诉我们 你想呢 从极乐世界回来啊 随时可以回来 你想回来 清净本师 释迦摩尼佛 或者是到 弥勒内院 去清净啊 弥勒菩萨 那个随心所欲啊 你想回来就回来 而且是怎么样呢 既已时时 还到本国 这个早晨呢 这清淡是早晨 早晨呢 你看 吃饭的时候 这一顿饭功夫啊 你就 便由十方啊 供养一切诸佛了 然后呢 回到了自己的 极乐世界来了 就是讲啊 众生神族 不可思议啊 欧益大师讲 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到呢 不理彼土啊 常便时方 不假御时 回还也 这是讲 他的神通自在啊 真的不可思议 那么他去参访 诸佛国土 怎么去的呢 偶一道士讲得很清楚啊 化身去的 不离彼土 就不离开极乐世界 他就能够啊 化身到十方世界 所以啊 这个 无量无边的身呢 在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中 实现 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 而且呢 化身呢 时间 那是一瞬间 一刹那 你就去到了 所以每一个分身呢 供养 一个佛 一尊佛 那你想想 你供养佛 佛一定给你说法呀 一尊佛给你说 一句法 那你想想 你每天听的 是无量无边的法呀 你这样的学习 那还得了啊 难怪成佛那么容易呀 我们这个世界啊 你看 听经文法很不容易呀 佛不在世 我们只能呢 听法师讲法 法师未必是开悟的 所以大家在这听 一座座两个小时 听的法并不算多 所以啊 到了极乐世界啊 就不一样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啊 成就这么慢 极乐世界成就这么快速 原因呢 就在这里啊 那么下面 偶一大师又给我们讲 显示极乐世界啊 一生一尘 一刹那 乃至跨步弹指 细语十方三宝 贯彻无碍 这是 讲啊 极乐世界的众生 去 十方诸佛国土啊 去那里 来往啊 这么自在 这显示呢 极乐世界里头的 生尘 这个 跨步弹指 也就是啊 一举一动 一事一物 都跟什么呢 重重无尽的十方啊 贯彻通达 没有障碍 这是不可思议的发界 那么又显 在娑婆 则着重恶障 与极乐不格而格 那我们 这些 众生呢 在娑婆世界里面 真叫做业障 深重 娑婆世界是一个 武作恶事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真的 好像跟极乐世界啊 就隔开了 那有没有隔开呢 实际上没有隔开 中风国师给我们讲啊 我心 即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净土即此方啊 此方即净土啊 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 娑婆世界 不格好端啊 去此不远啊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呢 因为有业障 所以没转过来 业障消了 自然呢 就是不格而格 这个格而不格 那这是极乐世界的众生 看我们娑婆世界呢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极乐 这功德甚深 与娑婆 格而不格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呢 在十方世界的 这个家庆卷所啊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仅是啊 现前的啊 而且是过去生中的 生生世世的 那些冤亲 在主 六亲卷属 你都认得他们 你都记得起他们来 记忆完全恢复了 你看到哪一个众生 跟你有缘的 需要你去帮忙的 他的机缘成熟了 能听你叫话的 你就马上化身 在他面前呢 来叫化他 帮助他呀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啊 极乐世界跟我们是 隔而不隔 没有隔爱的 那么下面一句 这是 结诗 说舍利佛 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 功德 庄严 那么这句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下面 又为我们讲到 说法的庄严 我们把经文念一念 父次舍利佛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陵 平且 共命之鸟 世诸众鸟 昼夜六时 出河雅音 其音演唱 五根 五粒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如是等法 祈土众生 文是因你 皆细念佛 念法 念生 世尊呢 在这里呢 为我们呢 说明 这个地方 极乐世界的 众鸟 你看 都是种种 奇妙杂色 这鸟 这种种是 说很多 奇妙杂色 是讲它很美 那这里把鸟的 无量 无边 种类的鸟 列举出 六种 这是因为 我们呢 都比较能够熟悉的鸟 白鹤 这是一类 孔雀 鹦鹉 舍利 舍利呢 也叫丘鹿 也叫春鹰 这嘉陵平且 中国的意思叫做 妙音 这是因为啊 这些鸟呢 还在 蛋壳里头 它就能够发出 美妙的音声 超过呢 其他的鸟类 还有共命之鸟 共命之鸟呢 相传呢 在 古印度 在这个雪山 喜马拉雅山 那附近呢 有 是有一身两头的 这种鸟 那么这些鸟啊 我们现在讲 都是真琴啊 非常的美 音声非常的好听 那他们 是不是 夜暴受生呢 不是的 金山给我们 讲得很清楚 他们都是 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 绝对不是 畜生道的众生 极乐世界 这个 没有三恶道 没有啊 最苦 没有恶报 怎么可能还有 这些鸟呢 这些鸟 统统都是 阿弥陀佛 变化 出来的 那为什么 要把这些鸟 变出来呢 给我们 说法呢 特地讲 这些 昼夜六时 出和雅音 这昼夜六时 就是讲 一天 二十四小时 因为印度是讲 昼三时 夜三时 中共是六时 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四个小时 这是 这讲一天二十四小时 全天 实际上呢 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时段 这是随顺我们这个世界的术语来讲 也就是了 这些重要不间断的出和雅音 演唱呢 五根五粒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那么这是讲 三十七道品 整个 佛法的内容 可以说 三十七道品 贯彻起来 那么听到这些鸟 说法 这个众生啊 都能够念佛 念法 念生 那我们问了 为什么阿弥陀佛不亲自来说这些法呢 要变现一个鸟来说法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阿弥陀佛对众生啊 可以说关怀 备至啊 很体贴我们啊 我们往生净土之后啊 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 对老师都得要毕恭毕敬啊 规规矩矩的 所以听法的时候呢 就不能没有威仪 做要做得端端正正 恭敬啊 这个 来 听法 那老这么做啊 这个也很累啊 有时候想要活动活动生果啊 那阿弥陀佛就变鸟来给我们说 那么 既然是鸟嘛 那么就可以不用啊 那么严肃了 可能呢 可以放轻松一点 这个坐着听也行 站着听也行 甚至躺着听也行 很自在的 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呢 体贴我们啊 这是我们呢 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极乐世界啊 都是啊 说法 六成都在说法 那么让我们呢 常念三宝 得正念乐 念三宝 念佛 念法 念僧 佛是觉悟 觉耳不明 法是正知正见 正耳不邪 生 是清净无染 所以啊 念佛法生 生也代表什么呢 六合境 合合重 所以佛法生 也是觉正境 可以说这是诸佛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讲的诸法 总纲领 所以 要解 我们想啊 为什么要特别列举出鸟 讲经 说法 这种事情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耳根最立 所以呢 要给我们特别说明 那里啊 六成都能说法 你都能够听 那实际上 去极乐世界绝对不只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十方一切众生啊 都有去 他们呢 六根当中 哪一根最立的 他能都接受 讲经说法 所以啊 这五成啊 一一元庙啊 出生一切法门啊 普射法界的众生 所以任何的众生啊 去到那里都能够啊 啊 这个 圆 啊 圆满的 接受啊 啊 一切的诸佛教会 啊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呢 先学习到这里 啊 这个下一次我们呢 就来讲啊 三十七道品 啊 墨学 讲得有不妥的地方呢 请各位菩萨大德 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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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